瑞士洛桑管理学院院长杜道明 应工商协计会的邀请来台湾 参加国际竞争力论坛 他认为台湾应该更有国际观 不能够只想到美国和中国 台湾的经济才能够走出自己的路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院长杜道明 应工商协计会之邀 来台参加国际竞争力论坛 他说台湾如果要走出自己的路 就要更有国际观 不能单看美国和中国 对于台湾缓慢从制造业 转型到输出服务业 同行来访的洛桑管理学院 世界竞争力中心主任布利斯 对此表示肯定 但当记者问到 台湾是否需要深化与对岸合作关系 才能贯彻区域经济整合的目标时 与会的行政院顾问梁国新主动回应 台湾如果想要加入TPP 加深两岸经贸关系是必要之举 至于一个国家该如何提升竞争力 布利斯建议应该有坚强的制造业基础 减少过多的政策管理 发展教育科技都是提升竞争力的好方法 雨电TV陈西文罗正辉台北报道